冷艳华言论惨遭官方打脸,蹭不求人蹭铁板上了,一哥名头能保住吗? 最近冷艳华和不求人这两位不同平台的和平精英一哥,关于平板和手机谁更优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碰撞。 在不求人二次发生之后,官方立马就有了行动,7月16日官方就发布而来临时更新预告,其中第三点就切入到了这一次双一哥之争的要点。 在冷艳华看来平板和手机没啥区别,甚至手机可以使用螺旋仪所以更加好用。 而这一次更新就打了冷艳华的脸,官方直接就宣布修复了特定情况下,机型不同分辨率导致腰射时枪械子弹散布存在差异问题。 有趣的是之前还有不少人带节奏,称燃茶的测评是有误的,而没有使用过平板的冷艳华的言论才是真的。 而冷艳华的强行洗地就显得有点尴尬了,这一次强行蹭,让不少玩家将这层纱给揭开了。 冷艳华的一哥名头还能保住吗? 假之这一次官方都出面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整改,那么冷艳华怎么面对公众就是一个问题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